大家好,物品价格飙升 怎么才可以做一个 省家又精明的消费者呢? 稍后讲一下 现在首先报道 护士人手短缺的情况 加拿大的护士职业向来学市 疫情期间更加欠得 前线护士的角色多么重要 但业界人士说 护士人手不足的前景 让人感到忧虑 除了疫情令护士人手流失之外 还有其他潜藏的原因 李永鱼报道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 在去年年中所公布 2021年第一季就业空缺的报告显示 注册护士类别的空缺情况 有明显上升 较前一年高出一半 2021边商 安省大学申请中心 则向传媒透露 他们在2021年1月 收到超过一万份 报读2021至2022学年 护士专业的入学申请 比前一年增长达七成 这两份性质不同的数据 却带出一个社会问题 既然报读护士专业的入学申请 有所增长 为何就业市场上还会出现 大量护士职位空缺的情况呢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 加拿大的护士毕业生 并没有投身本地医疗机构就业 又或者是护士毕业生的人数 始终追不上离职护士的数字 加拿大的护士职业向来渴市 在疫情期间 更显得前线医护士人员的重要性 但安省注册护士协会的发言人表示 恐怕疫情后 护士的流失情况将会更严重 Ontario has the lowest RN per population in Canada we have been saying this for the last 15 years if you don't have enough RNs then patients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re is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of registered nurses, RNs, and patient outcomes layer to that Bill 124 that no other province has it the compensation, the salary, the income of parents and other workers is going down big time that Bill needs to be gone because it's driving nurses away from the province to other jurisdictions including to the US Dr. Grinsman提到的Bill 124 是福特政府在2019年通过的一个法案 当中规定包括护士在内的一些公共部门职位 在未来三年 每年的工资增长不得超过百分之一 Doris说 这个增幅远低于通胀率 对他们很不公平 根据安省注册护士协会 在去年年头对省内2,100多名 不同职别的护士和护士学生 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所得 疫情的阴霾 加上对现金待遇的不满 造成不少接近或者到了退休年龄的护士 有提早退休的念头 超过一成 介乎26岁至35岁的受访者 更有完全离开医疗行业的打算 当在职护士都相计退休或者离职 我们可不可以将希望落在准备报读 或者正在报读护士专业的学生身上呢? 我们的平均要进入医疗教育要九十几分 如果我们的门栏太高的话 我们结果是很少人 因为护士这个教育不是那么容易过的 课程、实习一样是那么辛苦的 还有在不同的设计、练习 有不同的挑战 是否能复活到呢? 是很根据到现在我们的护士 如何培养他们的教育 如何给多些时间支持他们 以及给他们足够的知识和技术 给予奉献的医疗 司徒苏欣博士的一番话 正好解释 为什么这么多人报读护士专业 却未能解决护士职位空缺的问题 收生率低以至入学门栏高 令有心投身护士行业的学生 过早被拒出门外 不止安省 在加拿大东部新诗高沙省 亦有学生表示 因为录取人数有限 以至他拿着一张平均分达94分的高中毕业成绩单 都未能如愿入读省内护士专业的大学 新诗高沙省省长Tim Houston就表示 为改进省内护士短缺的问题 在未来五年将会为护士专业的毕业生 提供保证就业机会以减少职位空缺 多些护士为学生提供实习培训 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增加录取人数 新诗高沙省政府更成立一个特别部门 专门负责招聘新的医护人员 以及制定方案防止流失现职护士及医生 而安省政府上年7月份亦公布 会撥款超过56万加币 给安省巴里市的Georgian College 以帮助校内护士课程扩展增加入学率 虽然不同省政府都退出相应政策 解决护士离职的问题 但加拿大仍然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 有加拿大护士以及毕业生 情愿到薪酬和待遇都较为优越的美国工作 虽然我们是给学费 政府要subsidize 它已经在我们纳税人的钱当中 是给了钱进去大学的系统里面 educate我们 但是流失了我们是很浪费的 那我们现在在当仁当 我不记得的数据是什么 over 50%都是亚洲人或者中国人的时候 我们如果多些护士多些医生 多些其他的健康医生 是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的话 我们更加可以帮到我们的亲人 是更多一个护士可以做到的 很多人认为加拿大的医疗福利 连美国都望尘莫及 但如果加国悉心栽培的护理人员 在学友所成后 情愿选择到美国投身医护行业 那我们就真是得不尝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